有一位佛弟子,多年来一直受糖尿病的困扰,于是请教横传法师如何治病。 他说,请问横传法师,弟子才刚开始闻识佛法,感觉非常幸运,感谢佛菩萨慈悲,现在家里已情有观世音菩萨,每天弟子诚心供养,也一边看认识佛教等书籍,弟子本身就是学医出身的。 但是弟子糖尿病已经八年了,今年我快五十岁了,从饮食我很注意,一直在治疗中,包括药物和食疗。 请问法师弟子这样的病是不是和过去世的怨亲债主有关系,这样的病痛如何可以康复治好呢? 请师父大发慈悲给予回复,谢谢了。 横传法师说,阿弥陀佛,佛法难闻,金义文。 既然和佛菩萨有缘,不但要供奉佛菩萨,更重要的是要按照佛菩萨的教会去修学。 佛法把人类的病痛分为三种,一是生理疾病,因自然环境的影响,而得的疾病,通过医学就能解决。 二是冤业病,就是冤亲债主的缠绕,多以念佛,诵经,修诸善事的功德回向自身累世的冤亲债主。 如果修行力度达到,病情就会逐渐化解。 三,业障病,这不属于生理,也不属于冤业,是自身造作的恶业太多。 这种病,医药没有效果,诵经,拜颤,回向也没有效果,只有用真诚心修颤回法,改过自身,诸恶莫作,重善奉行才能消除这种病苦。 所以,凡是病痛皆有原因,将原因消除才能使身体得以康复。 像糖尿病这样的疑难杂症,从佛法上讲,很多是冤业和业障病,是由于往事或现世的杀业太重造成的,用医学的方法几乎很难治愈。 只有在用医学治疗的同时结合佛法才能更好的治愈,医学上可以采用中医的一些自然疗法进行配合。 在佛法上,首先要诚信、证信,最重要的是戒杀、吃素,然后每天抽出大量的空闲时间去拜佛、念佛、诵经、修颤回法, 尽自身最大的能力去修种种善事,再把你所做的一切功德回向给你以往的冤亲债主。 在修学佛法上,五戒、十善、六度是最基础的,也是必须的,只要你能依法精进地去修去行,相信你的病情会得到明显的改善。 至于康复治好,那就要看你的修学程度。 在此,也望你能正信实修,断诸恶,行众善,早日得以解脱,其实不仅仅是糖尿病,很多老年病都是因为身体渐弱,冤亲债主缠身而导致的。 印光大师说,凡属危险大病,多由素食献生杀业而得。 一碗枝肉,冤魂缠绕,一念杀星,罪债难逃。 动物被我们杀害时产生无量的痛苦,这个怨恨就像无形枷锁,把他们的痛苦牢牢地锁住,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痛苦的折磨中,而不得开解。 他们痛苦如此之大,难怪今世遇到杀害他们的人,就迫不及待地要讨债,讨回一个公道。 我们看到人临终时的痛苦现象,看起来都不忍心。 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,这都是大家的冤亲债主来算账。 大家不懂这些道理,只知道一味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,不懂自己累劫来的冤亲债主,大部分都是被自己吃来的。 当今世界,人们缺乏因果观念,广造恶业,广泛地杀,吃动物,这些累生累世被害动物的怨灵,执着地附着在人们的身上,伺机报仇,不肯离去。 由于这些怨灵充满仇恨,形成的磁场充满了破坏力,在人体中造成障碍,形成了各种当今世界无法解决的病症,如癌症、白血病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 由于世界范围内广泛的杀业,导致了各种顽疾大量爆发,普遍存在,难以根除。 冤亲债主的纠缠是阴阳皆苦的果报,他们被我们伤害吃杀后,附着在我们的身上,时时刻刻影响干扰我们,身体不好,运势不好,事业不顺,夫妻不和,子女乖为,精神抑郁,失眠焦虑,甚至于修行的诸多障碍。 几乎全部因为冤亲债主得不到抄拔,而欲所债所引起。 不仅是病苦,就连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如意,不顺遂的事,也常常是受到冤亲债主干扰,而不自知。 《地藏经》中提到,言福提行善之人,离命中时,亦有百千恶道鬼神,或便做父母,乃至诸眷属,引接亡人,另落恶道, 何况本造恶者。 这些灵命中时现身的恶道鬼神,也都是冤亲债主辩献来诱骗我们前往三恶道受苦的。 因此,当我们遇到重大病苦或诸多不顺时,理应依照佛法的教导来正确面对,而非到处求神问补,即补挂感运来化解灾难。 这种做法即使花再多的钱,终究也是突然。 印光大师说,世人有病及危险灾难等,不知念佛修善,望欲祈求鬼神,遂至杀害生命,夜上加夜,实为可怜。 人生世间,凡有静缘,多有素叶,既有病苦,念佛修善,忏悔素叶,夜消则病欲。 比鬼神自己尚在夜海之中,何能令人消夜? 即有大威力之正神,其威力若比佛菩萨之威力,直同萤火之比日光。 佛弟子不向佛菩萨祈祷,向鬼神祈祷,极为邪见,极为违背佛教,不可不知。 疾病的种类,并有三种,第一种病是生理的疾病。 饮食不当或寒暑不留意招惹的病,比如说感冒,发烧了,怎么办呢? 赶快上医院打针吃药,绝对不能耽误。 因为身体发烧之后恐出现并发症,引起其他别的病变,耽误不得,赶快去打针吃药,几天后也就好了。 第二种是业障病。 凡是到医院能检查出来的病,就叫业障病。 你要肯真心念佛,就能消这个业障。 大陆一位居士的肺门上长了一个比鸡蛋还大的肿瘤,发病时大口地吐血。 大夫一看没治了,发出死亡通知书。 他母亲是学佛人,学得相当好就告诉他,儿子,咱们不治了,咱找个高明的大夫吧。 找谁呢? 大医王。 儿子,你就念佛吧,死呢,咱就死到阿弥陀佛那里去。 就这样他念佛求往生。 念了两个月的佛,回家后就往外吐血,吐烂肉,吐了四次不吐了,后来再到医院检查,肿瘤没有了。 这就是由自己业力所感得的业障病,例如癌症,糖尿病,脑血栓,关心病等等这些病症较重。 患者痛苦,不易治愈的疾病都可以归纳到业障病之内,尤其是我们学佛修行之后,很多人业障现前反而得了重病。 这些都是障碍我们修学的业障病。 业障病怎么去除呢? 自己的业力还得自己消。 他没烧金元宝,也没烧黄纸钱,就是死心塌地的念佛,最后肿瘤没有了。 普贤菩萨在十大院王宗教给我们忏悔业障,诚心的忏悔才是消除修学路上众多业障的主要方法。 业障病需要不需要吃药呢? 也需要吃药。 但要明白吃药是祝缘,祝你好得快,能治业障病的主因是清静心,忏悔心,送经验佛来,祈求佛菩萨加持的恭敬心。 心里没有贪,撑,吃三毒,外边的毒素就不会感染,再用客观因素的祝缘吃点药,病就好得快。 第三种病不好治,什么病呢? 冤亲债主的病。 什么是冤亲债主的病? 到医院检查不出来因,但是自我感觉身体又确实有病。 病源是什么? 冤亲债主,所谓冤鬼附身。 医生没法医治,药物对它不起作用。 这一类病如何治? 佛法的超度诵经,解冤事劫对这类病有效。 超度,用现代话来讲,就是调解,劝导。 因为过去做错了事,希望求谅解。 诵经,拜颤的目的就是调解,如果对方接受了,他离开,病就会好起来。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记得点击订阅,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视频道 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